相信每个人在中学时代的学习成绩都让家长操碎了心 优太也不例外 为了让他考上理想的大学 妈妈特意请来了最好的家教 妈妈介绍说 丈夫很早就离开了人世 自己作为单亲妈妈 每天只能拼命的工作 因此在照顾孩子的成长方面就有很多的不足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孩子不仅学习成绩差了一点 就连性格方面也有一些孤僻 现在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 自己也是听了同事的建议才请了家教 希望这么做能对孩子有所帮助 这时优太走进房间 他看着妈妈请来的家教 心里充满了不悦 面对香奈问候也同样不屑一顾 妈妈让香奈不要在意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香奈说没关系的 作为女性 她很理解单亲妈妈的生活不易 更加理解这位妈妈对儿子的期望 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全力辅导这位同学 在辅导的过程中 香奈发现她的基础很好 以她的知识储备 考上妈妈理想的大学 应该不算难事 如今总是发挥的不好 肯定是遇到了心理问题 她看着走进房间的妈妈 不耐烦地转过头去 妈妈让她要听老师的话 也好好学习 犹太做事根本就不想跟她对话 妈妈只能解释说 这孩子真是的 还请老师费心了 在妈妈离开后 犹太终于袒露了心扉 处于青春期的年纪 她跟很多人一样 也有了心仪的对象 可是不善交际的她 总是碰壁 爸爸很早就离开了人世 他希望妈妈能跟她多做沟通 尤其在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 他曾经总会希望 妈妈能给她指引一下方向 可是每当他怀着失落的心情 想找妈妈谈心的时候 妈妈又总会唠叨地说 怎么了你这是 成绩一天比一天差劲 你应该好好学习 看看人家张大妈的孩子 这次又拿了年纪第一 她总是这样 每次一开口 就能气死一头牛 这样我怎么跟她好好说话 什么好好学习 就是请了交教又能怎样 她真的觉得 这对成绩很有帮助吗 香奈微微一笑 这样呀 其实跟女孩子相处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你只要拿出自信 要学会表达自己的心意 果然经过长时间的沟通 犹太有了很大的转变 这不仅仅只是成绩 还有性格 她开朗了很多 对妈妈也不再那么排斥 妈妈很感谢香奈 她很想知道香奈是怎么做到的 香奈说你过奖了 其实也没什么 她只是遇到了每个人在青春期都会遇到的难题 这是心理问题 这个时候她需要的不是补习 而是沟通 理解和帮助 很快就到了毕业的日子 犹太也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但看着前来祝贺的祥奈老师 她的心情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她知道这应该是老师最后一次登门造讽 分别过后 也许就很难再要联系了 她不仅仅只是自己的家庭教师 更是给人生带来光明的导师 她不仅辅导了自己的成绩 更在黑暗的时刻 给自己指引了方向 在最低谷的时期 为自己加油打气 今后的犹太 一定会永远记住这位老师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小果芝 我们下期见